提到美國的名莊 無論是紅酒還是白酒 你都應該說得出一兩個酒莊 尤其是在1976年的巴黎審判之後 聲勢更是一時無量 不過數到去氣泡酒的話 就好像一間酒莊名都說不出 今集Gary就和大家介紹一間 現在美國氣泡酒界的當紅炸子雞 來自加州的釀酒師Michael Cruz 就這樣說Michael Cruz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還是一頭無嘴 但如果提到其中一款酒Ultramarine 喝好東西的觀眾應該都會立即縮嚴起勁 這款酒是美國加州第一款 亦可能是目前唯一一款莫拜級的Sparkling Wine 雖然Ultramarine有三款酒 但每款產量都非常少 大概只有1000瓶左右 而且還是非常搶手 並且只接受Email配貨 就連美國的米芝蓮升級餐廳找他拿貨 每年都只分到十多支這麼大把 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現在在他們官網下單的話 最理想的情況是要排隊排四年 才收到他們第一批貨 如果你在飯局有酒又帶了一支Ultramarine出來 我勸你立即追著酒主來寫 哈哈哈 在解釋他為什麼這麼搶手之前 不如先說一下現在氣泡酒的趨勢 數到氣泡酒 第一時間當然是想起法國的香檳 而大多數人說得出的香檳 絕大部分都是由大廠商 在不同的農田收集提子回來自己釀造 好處當然很簡單 就是可以保證每年出品的水準都非常一致 也都可以保證到自己的現金流穩定 而他們的風味都是以葡萄的果味 酒泥的麵包味 以及香檳產區的土壤 白岳土的礦物味所構成 這種typical的風格去到新世界 無論是大廠商的營運模式 又或者是酒的風味 都是以模仿香檳為主 不過今次的主角Michael就覺得 雖然這種做法可以保障到自己一定有錢賺 但是就會變成香檳的模仿者 所謂Loris Logan 沒有風險就沒有收穫 他真正想做的 是一款能夠真正表現加州風土的氣泡酒 而不是那種華麗、清新的香檳 就是這個想法 2008年他和幾個朋友 在加州近海的地方選了幾塊葡萄園 釀造一種單一年份單一葡萄園的氣泡酒 用的提子和香檳一樣都是Pinot Noir和Chardonnay 先經過12個月橡木桶的釀製 再在酒瓶裏面進行40個月的二次發酵 就這樣聽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實際內有乾坤 因為Michael本身是專門研究 微生物和分子生物學的李科生 畢業之後一直都在實驗室工作 後來有一次他參加了微生物學家 兼釀酒師的Terry Leighton博士的講座 令他意識到可以將他的科學頭腦 和對嚴格實驗的熱愛運用在釀酒殼上 從而造出一款與眾不同的酒 就結果而言 Michael成功造出一款和香檳風味完全不一樣的氣泡酒 除了同樣有果香和酒泥帶來的麵包味之外 喝Ultramarine是會令人聯想到海灘的感覺 浪水帕打岸邊所帶來的海水鹹香 還有一些貝類海產的礦物感 一樣可以在這支酒入面找到 而且酒體上比起香檳 它會更加有重量和質感 比起剛才說香檳的清新華麗 它反而是屬於野性十足 但味道鮮美的酒 不誇張地說 放知全世界你想找一支香檳製法 但風格又完全不一樣的氣泡酒 Michael Cruz 應該是唯一的一間 他在2014年推出第一個年份的Ultramarine 去到2016年 就已經獲得九金山記事報 評為年度最佳釀酒師 知名雜誌Bond Apeti 都形容 它的地位在香檳愛好者心目中 是與Cruid同級 所以也不難理解 為什麼一支零售價 要一千五百元左右的美國氣泡酒 無論是酒瓶家 或者是嗜酒師 都對它推崇備致 每次一出現 就一定會被人掃光 不過 Gabby說了那麼久 沒有理由介紹一支 大家都買不到的酒 Michael Cruz 其實在2013年 自己創立了一間 Cruid White Company 的酒莊 這間酒莊同樣是以氣泡酒為主 你完全可以當它是Ultramarine的便宜版 視乎不同級數 價錢約是400至600元左右 雖然是便宜版 但產量是一樣低的 三款酒加起來 一年都只有25,000瓶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我試過的那支 Tradition 裏面 似乎都感受到類似Ultramarine的海洋氣息 另外再加打火石這樣的礦物感 你絕對可以很輕鬆地分辨到 它和香檳之間風格上的分別 另外 Cruid White其實算是Michael的一個實驗性品牌 除了香檳製法的氣泡酒之外 它還有出傳統製法的氣泡酒Panet 和一般的紅酒 不過這些紅酒 都很體現到它冒險和創新的一面 用的提子 都是有別於加州經常見的Bordel Band 尤其是當中一款叫Monkey Jacket 用的提子 我相信是教酒的師傅們 都未必試過 尤其是主力的提子Ferrigi 曾幾何時加州的農夫 當了它是法國Bourjolais的咖啡 是2007年之後才幫它拿回身份 如果不想被人打的話 就千萬不要拿這瓶酒去Blytaste 最後多謝各位會員的支持 我們下條片見